嗨我是Nancy,今天我们来学薛之谦的骆驼 这首歌的视频呢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优酷频道收看 男生如果唱这首歌的话呢可以参考原调 那把吉他调到降半音 然后再按照这张谱去弹的话呢 就跟薛之谦的录音版本是一样的了 女生唱的话呢可以参考我的 我是把变乐家夹在了三品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低的话 你还可以夹到四品再高一点 这样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来看看每一段用到的和弦 首先是前奏的部分是从一个A开始的 第二个和弦小拇指抬起来 第三个和弦呢在五品的很暗 然后第四个和弦是他小拇指抬起来以后的变化 OK就这四个 然后呢第一段我们要开始唱了 用到的依然是四个和弦 首先还是这个A 然后是一个被我简化过的 在四品的一个和弦啊 那本来是很暗的 其实不需要这样 所以就变简单了 好 第三个他和D很像啊 但是没有E弦上那个音 第四个和弦 我觉得比较简单 这四个和弦连起来以后呢 就可以唱第一段了 然后再重复 好 然后就进入第二段 第二段呢用到的和弦 依然是从A开始 就这首歌的主和弦啊 A 然后呢 又来到刚才我们弹过的 好 第三个和弦呢 在它的基础上 无名指 不要动啊 保持在四弦上 然后往回滑 两品滑到四品 然后呢 十指加上一个小很暗 就变成了第三个和弦 第四个和弦 A的数七 第五个和弦是我们刚刚弹过的D 第六个和弦换小三和弦 好 最后是两个E和弦 小拇指抬起来 回到一个正常的E的大三 好 这八个和弦 组成第二段 我是骆驼 没见过最美的沙漠 哦 金帝的青蛙 劝我 别相信猴鸟 胡说 这是第二段 到了第三段呢 它的和弦其实和第一段是一样的 唯独第二个和弦 我们这里呢 用到是一个数七和弦 对 就有个很暗 好 然后再连起来 就是 还是A开始 我心里有片沙漠 那里有很多骆驼 不再寂寞 会围绕着我 陪我说说 再重复一遍 我心里有片沙漠 天追着森林湖泊 与记忆过 有我爱吃的小水果 好 中间 要再重复一整段 就是和我们刚才谈过的前奏 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是一样的 那最后呢 到了尾奏的部分 会有一个四平的小七和弦在这 也是很暗 其他的和弦呢 就跟前面是一样的了 关于很暗呢 这首歌一共用到了 有在四平还有五平这个位置的很暗哈 其实这两个位置的很暗呢 还比较好暗 因为它距离琴弦比较靠中间的位置 琴弦会比较软 比较好按下去 那如果你觉得很暗 还搞不定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微信 回复很暗两个字 就有教学可以看 那最后呢 说一下这首歌 右手的扫弦部分 其实呢 整首歌的大部分扫弦 我都是用右手大拇指这样拨的 它听上去会有那种肉肉的声音 我们一般用食指 或者是大拇指指 去扫的时候是 就很明亮的声音 那考虑到这首歌的情绪 还有它原本的 那个录音的版本里面 它用的琴应该是一个 尼龙弦的琴 所以呢 我用大拇指这样拨 我感觉会比较接近一点 那它听起来这种柔柔的声音 你可以把它选择 在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去爆发 就是我会在后面 原来这就是沙漠 本来就没有骆驼 负责的说 然后开始用食指去扫 那什么是我 什么是我 全世界都是沙漠 你清理住这骆驼 你就当工作 然后到了伪奏 我们就开始回到大拇指扫鞋 很忧伤的感觉 最后一下呢 反过来 从一弦往五弦的方向扫 这样 好 这就是整首歌我要教的内容啦 希望你觉得有用 那吉他补做好以后呢 我会放在微博微信 还有Q空间的相册里面再下载 如果你学会了整首歌的话呢 不要忘记录成视频 然后传到微博上 at我教作业 我会去看的 每周我都会制作一个新的视频 那下周见吧 拜拜 南英吉他小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